她就是郑少秋和沈殿霞的女儿郑心仪 郑心仪在1987年出生时 父母早已经是叱咤风云的大明星了 所以她一出生就受到了千万人的关注 爸爸郑少秋就是福建恩仇陆的陈家洛 楚留乡中的楚留乡帅气形象 更迷倒了千万观众 妈妈沈殿霞主持广台中的节目《欢乐今宵》 赢得香港开心果的美意 当年 肥姐沈殿霞为了能挽留丈夫郑少秋 赢得高血压的风险 在42岁当了高龄产妇产下了女儿郑心仪 但女儿的出生也没有能让这段婚姻维持很久 就在女儿两岁的1989年 沈殿霞和郑少秋离婚 郑少秋另组新家庭 沈殿霞郑心仪母女相依为一 女儿就是肥姐的一切 沈殿霞在2008年临终前 怕女儿不懂理财 将来无法生活 就找律师规定 女儿郑心仪35岁后 还可动用遗产 那时的郑心仪身价上义 可是后来的郑心仪曾雄 倒只剩下一百零四元 即使沦为最落魄的新二代 她也不像生父郑少秋囚主 郑少秋和沈殿霞演气 唱歌样样在行的 女儿郑心仪也没有让父母失望 郑心仪在2008年 拍了电视剧《必打自己人》以后 开始活跃与演艺圈 作为歌手的郑心仪 曾与香港乐坛异解 容赌而平分秋色 曾凭歌曲你受够了吗 横扫四大颁奖典底 她的这些歌曲金句 曾刷爆了香港网络 不要低头 光环会掉下来 你受够了吗 当你吃饱饭就没人爱好 你受够了吗 所以你的魅力和自信 音简得加 在感情方面 郑心仪曾结交过外移男女 曾会求对方别走 最终惨遭疾腿 现在的郑心仪大概 已经走出了感情阴险 她也抛开180体重的阴险 准备在香港宏馆开演抗会 可是就是开演唱会前 郑心仪腿受伤了 她的演唱会安排的跳舞的部分 会受到影响的 但她直言 并很跳段脚都要跳舞 好立志的一个女孩 真没让肥姐失望 童文来源与网终 如有亲权请联系删除